hello大家好我是老高尿二车八戒你们眼中的老实人兼职大帅哥 今天给你们讲一台跟我一样帅气的车路虎发现4 这台车呢是10款5.0V8指导价呢是118.8的这么一款车 也是当时10款发现4的顶配车型 这台车是汽油版本的 然后呢第四代发现开始钥匙就变成智能钥匙了 所以说舒适进入这些功能满满灯灯都给你配齐了 而且要比第三代发现它整体的内饰要好看很多 虽然布局还是那个布局 但是它整体的内饰精致度 可以现在咱们按现在当下的眼光的这种审美标准来看的话 它这套内饰还是非常满满灯灯的 然后我再给你们开一下这台车的外观 外观方面的话我相信就这么一个发现式的外观 从20到50岁之间的老爷们 一般人承受不住他这个动感的外观 也不能说是动感 应该说是特别的硬了 以前有句话说的好 路虎男人的腿说的是懒胜 但是这么一台发现式呢 我感觉啊兄弟们 这么一台车方方正正的外观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 还是能给大家印象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跟我一样长得太帅了 然后这台车呢原汁原味 它还是一零款的大凳 它没有升级成一六款的大凳 我个人感觉啊兄弟们 路虎发现这款车 你要玩你就玩个原汁原味 很多人玩路虎发现的车型 比如说发现三 它就喜欢改一个发现式的外观 改个最新款的外观 但是吧 我个人感觉那就失去发现三的味道了 包括这台早期版本一零款的发现式也一样 它这个外观 我个人认为整体看上去已经很协调了 你如果说升级成一六款是吧 那个比较漂亮的大灯 还有一个尾灯 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个人不太建议 外观这一块咱先放一放 因为我没有麦克风 所以说我在路边拍的时候 我现在三区上 三区这边景区这边车太多了 一走一过 我拍子拍子就断拍子拍子就断 还是主要给你们讲一下 这台车内饰这一块 因为内饰这一块我讲的时候 在车里会比较安静 这台发现式的内饰呢 我之前跟你们说了 比发现三好看很多 而且整体虽然布局一样 但是按键各个方面 它非常细腻 而且质感也要比发现三好一些 毕竟它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这么一台发现式呢 从10年开始到14年中期小改款之后的发现式 它的内饰布局都是差不多几乎一样的 主要差别在哪呢 它这个全地形模式后期不一样了之外 然后后期的3.0T汽油和柴油版本 它换了8速变速箱之后 它就变成电子旋钮档了 然后呢 它这个5.0V8自然吸气的 它这个是机械6速ZF的变速箱 所以是一个机械档 然后其他地方呢 这台车内饰有什么通病 它发现式要比发现三内饰这一块的话 表台它不会裂了 因为什么 因为它表台采用这种缝皮式的表台 之前唐速的表台特别容易开裂啊 兄弟们 还有什么通病呢 就是棚顶塌陷 无论从发现三还是发现式 它这个通病一直都在 你看这个边边角角已经开始塌陷了 还有整体一个后排 后排最后边的那个棚顶 它也已经塌陷了 所以说一台发现式你要拿回来 之前车主没有整备过棚顶的话 棚顶你需要重新包一下 包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原车灰色 你还是包灰色的 你可以用阿肯塔拉的材质 也可以用普通像这种布料式的材质 但是你升级都升级了 我建议你选择一个细腻的阿肯塔拉材质的 帆毛皮顶挡势感会更加好一些 然后再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个人喜欢发现式哪些地方 第一呢 我喜欢这台车的坐姿 整个坐姿就是一个指挥官式的坐姿 主驾驶和副驾驶 你无论你开车还是坐在副驾驶的时候 给你那种一个澎湃的感觉 那种说不出来 有内而外的自信 就像我自己长得特别帅 我特别自信那种感觉一样 兄弟们我希望你们能体会一下品味一下 我相信兄弟们你们应该体验过那种 从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感觉 非常逼劲 非常满满等等 然后呢 整体一个内饰吧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发现4 要比发现5多一些 因为发现4 它这个内饰 配上这个整体的一个外观 给我的感觉就特爷们 开着这么一台车 你出去给人的感觉 并不是你开着一台老车出去 而是你开着一台 有越野性能的一个硬派越野车出去 因为这台车呢是带大梁的兄弟们 下边是非承载式车身 整体一个底盘给你传递的感觉就是晃晃悠悠 在这种山区的道路上行驶的话 弯道特别多 你会感觉这台车开着有点晃悠 但是在这个级别 在大梁车型里的硬派越野车来讲 兄弟们 发现的支撑性 要好于库鲁泽 普拉多 还有图勒这些车型 因为它是空气悬挂 整体调节 给你调节的非常舒适 盖硬硬 盖软软 所以说你在这种弯道的时候 在同级别非承载式车身的车型里边来讲 发现室 它的支撑性 过弯的支撑性 要优于其他非承载式车身的车型 然后我之前也给你们讲过 柴油的发现室 兄弟们 柴油的发现室 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入手呢 因为它这个发动机 柴油发现室的3.0T涡轮增压 发动机它容易断轴 厂家又召回 所以说你要去入手柴油版本的话也可以 但是去挑选一台 换过发动机的 在4A店记录 微保记录里边显示了换过发动机的柴油路虎发现室 记住了吗 兄弟们 可能说了一些关于柴油发现室不能入手 入手的话只能入手换过发动机 换过改进型发动机的发现室的这些话 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适 但是吧兄弟们 车这个东西它没有完美的 你要是喜欢它的优点 你就得接收它的缺点 有虫子呀哥 稳着不胖 饶你怎么办 你就像我现在这台5.0的发现室 这台车有优点吗 有就是发动机相对于才有的要稳定一些 但是呢它的油耗让你脑瓜都嗡嗡的 基本上按现在的油价兄弟们 它的油耗现在是1.5圆子一公里 如果站起来踩你可能奔着两圆子就去了 所以说你考虑一下这个油耗你再入手 如果说你想买个大海量 微保自喜带大梁的车型 你舍不得加油 你干脆你就把这个梦想给它掐灭 你要是兜里钱充足 你舍得加油 你舍得踩 你就拿捏这些微巴车型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相信这期视频发出去之后 很多人会在评论区说 这台车加不起油我才不买 这车太费油了 对我来说是一个废体 但是吧兄弟们 人认知外的东西 你就不要去评判它 因为你不懂 这些大排量的车 无论油耗有多高 还是有喜欢它的这一部分人群 你就想吧 哪个开5.0路虎发现室的人 他会为了加油而愁 所以说加油对他们来讲 就相当于去超市口渴了 买瓶矿泉水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在你无法理解他人行为的时候 你应该去了解一下 不要去问别人 问问自己为什么 好了兄弟们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 这台车呢 我刚收回来 所以我体验几天 该整备整备 然后总结出来心得 再跟你们简单分享一下 这么一台5.0路虎发现室 到底得不得劲 好不好爽不爽 好了下课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兄弟们